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的身体健康 13位范绿立委今天到法务部请命 台北监狱跟桃园鼠立医院下午召开医疗小组会议后 最新决定7号上午6点钟将陈水扁借外送医 并且做完整的健康检查 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身体不舒服 经过台北监狱医师诊断 需要借外进一步身体健康检查 但是详细时间迟迟未公布 13位范绿立委等不及相约到台北监狱的主管机关 向法务部长请命 民进党立委质疑台北监狱太过官僚 2月24号陈水扁就提出申请需要借外送医 痛批预方刻意拖延 法务部长曾永夫澄清 一切有待桃园鼠立医院安排 医院看排什么时间 那照这个时间一定会送出去检查 民进党立委还认为 陈水扁健康问题滋事体大 需要家属和专业医师陪同 法务部矫正署长在压力之下 立刻给予承诺 他是必须要做比较深切的检查 比较详细的检查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 我们要让家属来陪同 而且要有专业的医师来陪同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部长 你可以予以准许 就在5号下午4点钟 台北监狱和桃园鼠立医院 召开医疗小组会议讨论过后 已经决定在7号上午 陈水扁将借外送医 也会做完整的健康检查 二聊会长长李俊峰台北报道